為什麼不玩最悠?我是Hank 今天介紹的這款遊戲是平譜傳奇大度王國 它是2PLUS2加出版社出的遊戲 那我們要扮演的是各族的領袖 在這個獵場當中去盡力獲得自己最高的名貌 那這個遊戲要怎麼玩呢?我們就先往下看 進行方式主要是以工人擺放為基礎的 我們主要會進行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要先派遣你的族人 前往獵場進行獵物的捕獵 或是讓你的族人去休息 獵場的部分是這樣子的 要先擺放你自己的一個Token 放在任一個獵場標記上 他放在這個獵場標記上的時候會選擇 你所要去捕獵的獵物的種類 種類的旁邊會標示他可以獲取的數量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你還可以選擇更高階的 但是你只要往前進行到其他的獵場去的時候 每多前進一個就要支付一個芋頭的代價 旁邊的東西是什麼呢? 旁邊這些東西是你在獵場捕獵的時候 同時會獲得的好處 當你進行完獵場的捕獵或休息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你的工人的派遣 那我們工人派遣我們可以到一共有 一、二、三、四、四個小屋子 去進行不同的動作 這邊呢叫做所謂的工具小屋 當你把你的工人放上去之後 在下一個回合的時候 你捕獵對應的獵物的時候 你會獲得額外的好處 那這邊的話呢是所謂的交易小屋 當你把工人放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立刻獲得上面對應的資源 主要付出的代價很簡單 這些木牌都是你在放置工人的時候 必須要立刻支付的代價 交易小屋要注意的是 每次我們能夠拿的時候 原則上只能夠拿最下面這一塊 那你如果拿更上面的呢 你必須要支付對應的芋頭 你才可以往上走 那我們只要拿過以後 立刻就會把它推到最上面 那祭司小屋這邊的話呢 在獲取的時候呢 一開始呢 只能夠拿取 最下面的 你進到祭司小屋的時候 必須要先支付最基本的代價 在進來之後 你還要再付出額外的祭品 貢獻給神明 你才可以獲得對應的分數 如果你要拿更上面的 你就必須要付出對應的芋頭 那這邊的芋頭比較貴 一格就要付出兩個 那你只要進行過一次祭司之後 你的這個祭司等級就會往上升級 然後還會增加你能夠兌換的次數 就比如說當這邊如果是乘2的時候呢 你這個祭司板塊就可以支付兩次的對應的祭品 就可以得到兩次的分數 祭司完畢之後 我們就把它推到最上面 翻面 去做一個置換的動作 我們剛在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進行獵場的捕獵的時候呢 這邊的捕獵板塊 就會直接被推到最旁邊 那只要當這個 我們所謂的慶典的這個板塊 下方被獵場板塊給全部填滿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所謂的 季節的結算 除了工具小屋以外 其他的小屋子 上面的工人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都會被撤回來 那獵場結束的時候 最上面的三個 還沒被翻面的板塊 會被翻到另外一面 然後就會進行下一個劣跡 那我們遊戲一共進行四個劣跡 四個劣跡結束之後 遊戲就會開始進行結算 那每個劣跡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進行 複式板塊的結算 擺放功能上去的時候 你要必須先付出上面木牌的代價 然後會得到對應的分數 並且你可以從這一個區塊的 故事板塊當中選兩張 然後從當中挑一張放回自己的面前 來做遊戲當中的結算 那這些個人故事會在一個季節結束的時候 進行積分 那這上面這三個板塊呢 則是在每一個季節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每一個玩家的競賽 最符合對應故事板塊的玩家 會得到上面比較高的分數 那次高的玩家會得到比較低的分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標示很單純 一個箭頭往下的 就是只要你在對應的東西當中 擁有最少的玩家 那你就會得到對應的獎勵 那如果是這個箭頭往上 並且有三個的 就是要必須獲得最多的玩家 那除此之外呢 在遊戲當中 你只要看到這種金幣的符號 也都是分數的代表 第四次劣跡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立刻的去結算 所有的故事板塊 而是會再進行一個回合 當所有的都做完 最後一次動作之後 才會進行所有的 故事板塊的結算 遊戲的規則主要就講到這裡 在後面我們會有非常多的 愛生的新遊戲的介紹 那如果有想要了解 就是相關的遊戲的規則 像是比如說這款 魔幻異眼 還有Marcaipo 跟Cruple Island 還有就是神秘大帝的 炫星的擴充 以及Marcaipo 2 之後還有一些Kistarter的遊戲的話 都可以關注我們的頻道 你今天為什麼不玩左右 我是Hank 我們下次見